台面就剩粉黑 赵星彤却故意犯下低级失误 切莫小瞧 这一本正经的一杆低级失误 他恰恰反应了 中国准神赵星彤的情商有多高 就这一瞬间就帮对手 从2比10输球的陈仲枷锁上逃离 这有趣一幕 发生在2021市警赛 赵星彤对阵克拉克的下半场 其实一开始2比7 整整落后了5局的克拉克 就很紧张 再加上场外不友好的嘈杂声音 让他一度难堪 苦笑不已 脸上僵硬的笑容褪去时 他心中憋着一股气 不能再被这位新晋英锦赛冠军 一再牵着鼻子了 所以一再格外谨慎思考后 他却给出了这样的一杆钓鱼 可赵星彤能是简单角色吗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中国小准神 那就不客气了 不过 这白球走位 还是挺有意思的 克拉克算是躲过一劫 而赵星彤 白球回防路上 一个不小心挂上中带脚 给他送来了后福 但是 克拉克 还是没抓住这机遇啊 这样子的话 比赛 就彻底沦为赵星彤的进攻 独角戏了 正当克拉克几乎绝望的时候 赵星彤 这样球迷们不省心的走位 竟然意外 贴上了红球 硬生生把自个的进攻节奏给掐断了 双方 双方轮了一波安全球后 赵星彤 又开始用意外失误 来 搅局了 可人家克拉克 也是属于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主 赵星彤 再次犯错 又送出带口诱惑 克拉克 还是忍不住了 可是没有奇迹啊 还漏中带了 赵星彤 火速上手 然后为黑 疯狂拿分 撒鹤星彤 41 差点还就一杆青苔了 这样的变态准度 几乎无解的打法 让对手很是憋屈 谁敢保证自己不失误呢 一旦漏球了 几乎就意味着自己的凉凉一局 换谁也不开心啊 结果这一局 又一次变成了赵新童的独角戏 六 七 七 以平均不到19秒的出竿速度 迅速拿下超分优势 真是没朋友的打法呀 76 还好 这次他懂得见好就收 最终停留在单杆82分 给克拉克多少留了点面子 但此时内心的苦涩 又有谁懂呢 当比赛来到赵新童的制胜局 克拉克也不管不顾了 悍然就发动长台突袭 可惜没劲啊 他脸上也开始出现光棍无奈的表情 好 好 6 看来白球走位 依然是他的最大硬伤了 这一杆炸裂的顶带黄球 强行把自个球入人序 然后是一杆霸气无比的赤红炸球 这暴力美学 让人忍不住感慨 他还真不愧是纪奥沙利文 特卢姆普之后 斯诺克球坛上 最天才的进攻大师啊 再看看这一记顶带粉球 准度是否还能继续兜底 漂亮 真是硬啊 这下子总算是入局了 接着又是一波疯狂火力输出 只是这一底带红球的K感 还是未能如愿 帮下一杆目标 黑球扫错障碍啊 看来克拉克 还是没失去登台机会啊 扫进张 34 赵新桐这一杆防守上 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选择了一杆贴球 卖出了一个小小破绽 强拼顶带 真是秀 全场观众也丝毫不利索 一起给他送上最热烈的掌声鼓励 他真的很想证明自己 7 彻底放手一搏的他 也终于打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连轰神仙球 只是这一单大角度 博球进攻上 还是差了一点点运气啊 这或许就是命 赵新桐 稳稳上手 借力粉球 描上了贴底裤边的红球 可才肯掉硬骨头 他就在这本该十拿九稳的中袋粉球上 失误了 可是克拉克的手感 确实不咋低啊 这是要保送赵新桐晋级吗 小赵公子 岂能辜负对手的美意 他要一攻到底 利用这顶带咖啡球 他一记神龙百尾 要强拼这中袋 红球了 吃下超分的黑球 比赛胜负已定 赵新桐 这次却理智无比地转防守了 一个不小心 把做球的机会 直接摆在对手面前 就差一点点 克拉克就做成第一杆斯诺克了 终于逮住这次机会 用篮球遮挡 克拉克的第一杆斯诺克来了 赵新桐绕左侧裤 送出带口球 克拉克 顺势拿下 轻掉最后一套红黑球 再用顶带黄球调教一下 在 选择留下绿球来做顶文章 没错 他期待中斯诺克 终于来了 这次解球 赵新桐任性地撞上咖啡球 犯规 罚四分 还给对手送出最佳出手机会 只要克拉克一干清台 他就能绝地反杀 但如此关键时刻 他居然打丢了 全场 全场忍不住一声叹息 两位选手也相视一笑 星领神会 这局比赛结束了 这样的机会 赵新桐不可能再错失的 赵新桐利用粉球遮挡 做了一杆不错的防守 克拉克 虽然成功薄边破解 但又送上带口球 这样的局面 他也确实是有心无力了 看到被自己打得有心无力的对手 赵新桐停下自己清台的脚步 稍稍停顿了一下 看了一下比分板 然后选择了这级情商 极高的低级失误 击打黑球 直接犯规 已表示自己对克拉克的敬意 十比二的惨败 换谁也不开心 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能获得对手的鼓励 克拉克也感动不已 在握手环节 更拉住了赵新桐 一番雨